未来,人类在基因技术层面有了重大突破 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清除自身缺陷 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 他们的人性也一并被抹除 基因改造使得人类开始出现分歧 战争不断爆发 世界岌岌可危 为了挽救人类 领袖们进行了一场实验 他们在芝加哥筑起了一座高墙 并将人类分成五个派系 目的便是造就出超脱于五派的存在 分歧者 而如今,铁盒终于被打开 这也意味着实验已经成功 大家也知道围墙外的人类正盼望着他们的回归 在推翻了真宁的统治后 派系制度土崩瓦解 4号的母亲伊富林成为了新的领袖之一 可她却以保护群众的名义再度封锁了城门 并将审判曾跟随真宁的那群人 这让翠斯和4号觉得伊富林又一次走上了真宁的老路 首先被审判的是曾身为五位派领袖之一的麦克斯 麦克斯的手中沾满了献血 这让群众都激昂地喊到杀了他 其中也有人反对 但是因为话语声太小而被压了下去 约翰娜曾是友好派的领袖 他宣称这是一场杀戮并反对杀死麦克斯 可伊富林认为这是一场审判 执意派人杀了麦克斯 约翰娜十分失望 带着跟随他的人们离开了这里 这让现场情绪高昂的群众唾气不已 4号和翠斯也对伊富林的铁血政权不满 他们决定带着好友离开这里 独自去围墙外的世界探索 4号以独自审判凯莱布的名义带走了他 并假装开枪打死凯莱布 可皮特却没有这么好糊弄 他曾为真宁做过事 害怕遭到伊富林的审判 为了安全 他要求众人带上他 不然便会大声喊叫暴露众人的意图 无奈之下 翠斯只好带上了皮特 克里斯蒂娜用假文件骗过守卫开门 众人很快便到了围墙下并用绳索登上了城墙 在逃跑途中他们触发了警备装置 伊富林的手下带人追捕几人 并开枪打死了测试官 翠斯悲痛不已 如果没有测试官自己早在派系测试时便会被人抓住 可为了逃脱追捕他们必须继续奔波 经过一番逃亡 几人终于逃到了围墙外 可以他们想象中不同 外面世界并没有什么青山绿水 放眼望去竟是一片荒芜 且环境污染严重 充满放射性污染的土壁 血红色的河流 就连雨水也是红色的 在一处废墟等雨停后 众人继续前进 可此时追兵也追了上来 大家奋力奔跑 就在众人即将被追上时 前方的空气发生了变化 一道粒子门突然打开 一支戒备森严的军队等待着翠斯等人 看来这便是围墙外的人类了 军队操作未来感十足的飞船击退了追兵 并带领众人飞往他们的基地 基因局 到达基因局后 接应人马修介绍完自己便带领众人将身上的毒素去除掉 翠斯将衣服丢到焚烧炉中 然后被一股黄色粘液包裹住 冲洗之后在众人的手腕上打上烙印 这样冲洗过程便结束了 众人会合在一起 基因局用光幕为他们讲述了墙外人的历程 众人也知道了他们所在的城市 从建成起便是一场实验 一场为挽回人类人性的实验 而基因局则是监控了他们200年 众人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凯莱布和皮特负责监控芝加哥 4号和克里斯蒂娜被分配在在警备部门 而翠斯则是被局长大卫单独召见 他告知翠斯在这里被分为两种人 一种是基因改造后的缺陷者 另一种则是没有改变基因的纯净者 而身为实验核心的翠斯便是纯净者 他是今后天实验所诞生的新的纯净者 这让大卫激动不已 只要复制翠斯的基因便能挽救基因缺陷的人类 大卫为了获取翠斯的信任 告知翠斯说他的母亲便是从基因局走出去 亲身去往芝加哥帮助实验 为了向翠斯证明 大卫拿出翠斯母亲的记忆体 而翠斯也在读取他母亲的记忆后 对大卫信任不已 他恳求大卫能够帮助芝加哥 而大卫也表示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恢复芝加哥的秩序 墙外的科技十分先进 监控能让人身临其境地观看任何一个地点 警卫装备也十分强力 每个人都配有迅捷的侦察无人机 并且无人机还可以开启能量护盾阻挡子弹 这一天 凯莱布在监控中看见伊富林和约翰娜开战 他失望火急地向四号汇报他看见的一切 而四号也让他兵警局势 此时 翠斯回来了 四号想和翠斯商量对策 可翠斯却相信基因局会帮助他们 因为他的母亲便是基因局从边缘地带救下的 四号是一个谨慎的人 他只相信自己看见的 便请求上吉尼塔下次带他一起行动 到了边缘地带 四号本以为这是一场恶战 可敌对方却没有一点反扑 四号看见了一对逃窜的父子 他追上去想跟他们谈谈 可基因局的人也追了上来 在争斗过程中父亲被打死 四号这才意识到不对 之后发生的事更是印证了他的想法 基因局给抓不来的孩子们打了一支药剂 然后孩子们便什么也不记得了 妮塔告诉他这便是大卫的目的 给孩子洗脑然后为基因局做事 四号十分愤怒 他劫持了一个纯净者 用纯净者的身份控制电梯来到大卫的办公室 他在翠斯面前揭露了大卫的恶行 并想带着翠斯回去帮助芝加哥 可大卫却美化自己的行为是在教孩子们 翠斯也对基因局还留存着一丝念想 便跟着大卫前往委员会 而四号则被警卫和马修带上飞船前往芝加哥 飞船上 马修提醒四号他们并不是要带四号回去 四号意识到了不对 率先出手打断了要掏枪的警卫 混战开始了 伸手不凡的四号一挑多也不落下风 可警卫队长却趁四号抽不出手时掏出了枪 危急时刻 马修率先开枪打死了他 并提醒四号抓稳 飞船即将坠落落地后 马修将自己的钥匙递给了四号 原来他也对大卫的行为感到不满 便想帮助四号回到芝加哥 另一边 翠斯到达了委员会 在双方谈话中他知道了大卫一直在骗他 芝加哥一直都是大卫在管理 而大卫只不过是想证明 翠斯的价值向委员会索要实验寄精 翠斯十分失望 回到基因局后 翠斯和大卫碰见了反程的马修 马修告诉两人他们在途中遭遇了风暴 四号消失不见而其他人都死了 大卫向翠斯保证会找到四号 而马修在大卫离开后便暗示翠斯这些话是四号要他说的 翠斯本想找负责监控的皮特 可是皮特此时却被大卫叫过去 无奈下翠斯只好找凯莱布帮忙寻找四号 凯莱布意识到这是个缓和双方关系的好机会 他向翠斯保证自己全听翠斯的 并十分卖力地搜寻四号的位置 皮特为什么消失了 原来是他又发挥了自己的传统艺能 他被大卫用利益打动派去前往芝加哥当卧底 他来到了围墙外故意被伊弗林抓住 并向伊弗林展示他在基因局带来的东西 凯莱布带着翠斯在监控里 看见四号被伊弗林抓住关在一所密室里 也看见了伊弗林用药剂抹除了四号父亲的记忆 大卫开始插手了 他想消除芝加哥内所有人的记忆 帮助伊弗林赢得战争 翠斯十分着急 他质问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 并开走了大卫的飞船 带着凯莱布和克里斯蒂娜 克里斯蒂娜上飞船前 妮塔递给了他们两把枪 原来不满大卫行为的人大有人在 他们都希望帮到翠斯 大卫并没有阻止翠斯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翠斯 便召集手下开飞船去拦截翠斯 翠斯手动控制飞船躲避导弹 并在最后一刻十分极限地穿过了栗子墙 甩开了警卫的拦截 三人来到芝加哥后 凯莱布留在飞船负责监控 翠斯和克里斯蒂娜则是带着基因局的高科技 一路突围与四号会合 在装备的压制下 有个守卫很快就失去占星 四号趁机用趁乱拿到的钥匙打开密室 与翠斯二人一起将剩下的守卫击倒 在短暂的交心后 三人一起前往伊弗林所在的控制室 他们打晕了守在门外的小头目 可伊弗林却在不久前按下了释放记忆血清的按钮 控制室的门也因此锁上 四号和翠斯试图劝说伊弗林停下 他们揭露了大卫的阴谋 四号也用儿子的身份对母亲深情的告白 没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想到四号也会在血清的作用下忘掉自己 伊弗林立即便要停下血清给二人开门 这时皮特出手了 他开枪击倒了伊弗林 并在一次按下释放血清的按钮 想着大卫的承诺他心里乐开了花 可没多久他脚下也出现了血清烟雾 他开始慌了 没想到善于背叛的自己竟然被大卫背叛了 慌不择路下他给四号开了门 在短暂的对峙后便逃往城外 此时血清已经蔓延开 血清按钮也不能被手动关闭 在这关键时刻 凯莱布匆忙赶来 身为博学派的凯莱布很快便找到了埋藏血清的地点 他指挥翠斯拿枪向血清源头赶去 可大卫却关掉了通往源头的大门 并虚张声势说自己控制着一切试图吓退翠斯 可凯莱布却不吃这一套 他告诉翠斯另一个通往源头的道路 翠斯在凯莱布的指挥下 用无人机侦查到了血清控制中枢 并用枪击穿墙壁毁掉了控制中枢 血清释放中止 大卫破口大骂 大家纷纷从避难所出来 看着一切正常的城市欣喜万分 翠斯对凯莱布有了很大的改观 而凯莱布也因帮到了翠斯十分开心 最后战争中断 伊弗林和约翰娜和好 而翠斯在城市各地向大家讲述着一切 这之后大家便知道了 墙外的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 他们将这座城市当作一个实验 将自己视为缺陷者 并且想用血清消除掉所有人的记忆 从而控制大家 而翠斯也想给大卫一点回礼 他用飞船装满炸药飞往基因局 在围墙外大声呼喊的皮特 也看见了这艘飞船 楼顶的众人看着远处的大爆炸 这代表着他们对大卫的反击 皮特也趁粒子墙被爆炸破坏 急忙趁机向基因局跑去 视频的最后 大卫用监控站在众人的背后看着这一切 这意味着他仍不死心 还想着染指这片净土 他之后要做什么 谁也不知道